据文献记载,我国境内曾有四大名刹,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设立,但目前国内得以保存释迦牟尼真身设立的帝宫,只有法门寺帝宫了。 唐义宗咸通十四年,唐朝第七次,也是最后一次迎奉佛旨设立到长安供养。 先通十五年,由新即位的唐习宗,赵宋设立回宋门寺,帝宫从这一年封闭,直到这次发掘,一千一百一十三年间从未被移动过。 这次发掘,供发现佛旨设立四枚,这一无价之宝的面世,堪称世界佛教界的一大盛世。 第一枚佛旨设立,原供奉在地宫后世正宗的八重宝寒内,寒最外一层由檀香木制成,一部分腐朽。 第二,第四层是金银宝寒,第三,第五,第六,第八层均为纯金打造,第七层却是玉石所制,曾经宝塔四门塔,塔内处立一根紧高十一毫米的银柱。 佛族之骨就套在这个小银柱上,色白如玉。 据说,佛旨面世之日,农历四月初八,正是释迦牟尼诞生之日。 5月9号,人们在地宫中汉白玉双盐灵杖内的双重宝寒中,发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佛旨设立。 5月10号,在地宫后世隐秘的小刊内,发现了第三枚佛旨设立。 最外层为大铁函,第二层为刘金造像宝寒,上面赞客奉为皇帝静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寒十五个字。 第三层为檀香木寒,第四层为玲珑剔透的水晶果。 最底一层是一具精亮的小白玉棺,真身佛旨设立就放置在白玉棺内,白中泛黄,上面有些眉点并有细小裂纹。 第四枚佛旨设立于5月12号被发现,原放置在地宫前室阿玉王塔中,外层为铜裹,里层为银棺。 经专家鉴定,这四枚佛纸设立,第三枚为银骨,即佛祖真身设立,其他三枚为银骨。 银骨是为保护银骨而用玉石做成的模制品。 按照佛教的说法,他们都是佛真身设立,是世上仅存的四枚佛纸设立,佛家的圣物。 传奇版的法门寺地宫藏满了金银珠宝,仅在唐代,每次迎送法门寺塔设立,上至帝王,下至平民百姓都竞相施舍。 所以法门寺塔地宫中集中了一批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的物品。 有许多是前所未见的西式珍宝,包括金银器、丝织品、玻璃器、密色瓷、石刻等。 感谢观看